Sony 3,2,1 我之前谈到电脑打乱 最关键的反而是让电脑能够还原魔术方块 如果你用过CS Timer或其他的计时器就知道 它们能够马上给出20步的打乱 也就是你的电脑和手机能在一两秒内 二十几步就结好一颗方块 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靠着许多前辈跨世纪的努力累积起来 利用了数学群论和各种电脑科学的技巧 从1980年代的Drisos Way演算法 到90年代的Cosiemba演算法 再加上其他人的改进和实作 而现在让我从概念到细节 让你了解 电脑如何还原魔术方块 要让电脑解方块 其中一个想法是 把人类使用的解法和公式 写成程式码 交汇电脑 例如交电脑用CPU 让电脑组识字 判断各种F2L的情况 最后再套用OLLPL的公式 不过呢 这样电脑就受到人类智慧的限制了 人类不懂的 电脑也不会 例如CFARB解一颗方块大概要50到60步 电脑照着用的话呢 也要这么多步 不要忘了 我们的目标是20几步还原好 把人类这小脑袋直接搬到电脑上 并不会发挥到电脑的优势 电脑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计算快 不会累 所以有人想到让电脑一直转 一直转魔方 像一个不懂的新手 而让他乱转 尝试错误 试过所有的转法 直到不小心解好方块为止 这个我们称作搜寻 也就是电脑解方块的方法 怎么可能只有这样 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会多复杂 每次对方块做一次的转动 就像是往某个地方走一步 而要解好一颗魔术方块 就是希望能走到终点 达到还原的状态 但问题是路很复杂 而你不知道怎么走 可以想成你现在在台南 要去台北101 光是第一步往哪走 就有很多可能 每一种可能之后的第二步 有更多组合 实在有太多太多的走法 而你不知道距离101还有多远 就如同在黑暗里探索一样 虽然电脑计算很快 但是魔术方块乱转的转法更多 就算电脑一秒钟能够转移一次 要试完所有十步的转法就要花一个小时 更何况其实十步几乎没有办法解好方块 那如果事先把所有的解法都把它算出来 给电脑备答案呢 硬碟和记忆体不是很大吗 很不幸的 三乘三方块总共有四千万兆种排列组合 如果每种状况都要备起来的话 我们要用 一千万颗硬碟 乱转搜寻会花太多的时间 但是照公式的话 转法又太多不 究竟要怎么在一两秒内 就找到二十几步的解法呢 难道我们就此绝望了吗 不会的 1992年有一位德国的数学老师 Herbert Koscienba 发明了一个电脑演算法 他还是让电脑去乱转 但是是有策略的搜寻 用了很多技巧让电脑有效率 最主要有两个关键 分段和简直 分段和简直 都是减少可能的转法数量 让电脑来得及搜寻完 首先是分段 Koscienba把还原魔方分成两个比较小的关卡 各个急迫 问题变小的话 解决其中一个花的步数会比较少 电脑乱转搜寻的范围不会太大 我接下来要讲的并不是Koscienba实际的做法 不过为了大家理解方便 我用他的精神举另外一个例子解释 第一个关卡 专心先把下面两层解好 第二个关卡 在不破坏下面两层情况下 把上面一层解好 这不但让搜寻范围变小了 还有一个优点是 第一个小问题解下面两层的时候 黄色边块角块是不用管的 所以有很多方块的状况 在这个小问题可以用同一种解法 要试的转法就更少了 不过实际上 Koscienba并不是分成下两层和上面一层 那他分成哪两个问题呢 我之后解释 然而就算我们分成两个小问题 每一个都还是很难啊 就算分两半 前面说过转时步 也要花一小时耶 没关系 这时上天派了一位简直小精灵来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走远路的话 他会提醒我们 这个小精灵很特别 他不知道正确的路怎么走 但他会看风水 他知道在某个位置最少要走几步 才能达到目标 假设你的目标是走300公里以内到达台北 例如你走了100公里 到了一个深山 这时候小精灵跟你说 你在这个地方最起码还要250公里 才会到台北 你就知道再怎么样都会超过300 达不到目标 这条路不用继续搜寻下去 重新找吧 这就是简直 你能提早知道你走错路 简掉这个可能性 赶快回头就可以省下很多时间 也不过 我说这简直小精灵不认得路的话 怎么知道你还距离多少步呢 一样 让我之后解释 影片前半段讲的都是概念 从现在开始讲讲Cosemba实际的做法 首先 Cosemba是这样分两阶段的 我用文字写下来可以暂停看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呢 Cosemba的第一阶段呢 希望把方块变得好看一点 那像这样子 顶面呢 不是黄色 就是白色 那底面呢 也是一样 只有黄白色 然后中间赤道这四颗边块的色相 EO是对的 也就是这两面不是绿色 就是蓝色 那这两面不是红色的话 就是橘色 那只要方块长得像这样子的话呢 那还原就可以只用L2 R2 那F2跟B2 也就是前后左右一次是转180度 那只有U跟D呢 是可以一次转90度的 那这个就是Cosemba 第一阶段想要达到的目标 那达到目标以后呢 第二阶段再把这样子的方块呢 就只用L2、R2、F2、B2和UD解好 像这样子 那但是为什么Cosemba不分下面两层加最后一层呢 看起来Cosemba刚刚那个第一阶段 它甚至没有解掉任何一块啊 那我前面举例的这种分层法呢 在下面两层解好进入第二个阶段以后呢 其实问题并没有变得比较简单 因为你一旦要开始解这第三层的时候 你一定会先破坏掉下面两层 那就算最后解好了以后呢 中间一定会有一段时间 下面两层是坏的 也就是你好不容易进到台北市的 结果你为了要解上面的这一层 你又必须破坏它 又走出来 重新回到第一阶段 重新找路 那因为下面两层被破坏掉了 那为了再还原 你仍然要随时追踪下面这两层的边块角块在哪里 那而且你还是要同时去追踪 这上面黄色第三层的边角 那这几乎就是整颗方块了 所以用西法分层 在第二阶段还是难 回头过来看Cosiba两阶段的定义 首先第一阶段完毕 开始进行第二阶段以后 需要尝试的转动变少了 每一步从18种可能降低成10种可能 再来根据第二阶段本身的定义 无论怎么搜寻乱转 方块还是会属于第二阶段 不会有进去以后又出来的状况 最后 这种定义让我们能够在不同阶段 关心不同的特性 各个急迫 例如对于脚块 第一阶段只要在意白色或黄色的方向 本身是哪颗脚块不重要 进入第二阶段后反过来 不用追踪白黄的色相 因为一旦白黄朝上或朝下后 R2 L2 F2 B2都不会改变其色相 所以只要追踪位置就好 对边块也是类似的道理 所以Cosiba的两阶段搜寻 真的把问题切得更小 让电脑搜寻的负担变少了 分段这个概念并不是Cosiba首创的 在1981年有一位数学教授 Moran Thistleweight 利用了数学的群论 分解成四个小问题 并在当时证明了任何打乱 都能在52部内还原 就是Thistleweight的分群方法 启发了Cosiba的两阶段搜寻法 Cosiba的确把还原魔方 分成了两个比较小的问题了 不过这两个都还是蛮复杂的啊 对于每一个小问题 电脑究竟怎么搜寻呢 首先有个心态是 我们不是找最少步 只要够少步就好 先定个预算 例如第二阶段15步以内达到目标 电脑从起点乱失一步 再一步 利用前面提到的简直 如果乱转到某个状态后 距离目标太远太多步的话 就放弃这一步 Undo复原回到上一步 改示其他的可能 但是简直小精灵 究竟怎么知道离目标还多远呢 答案是倒者走迷宫 我们不看起点 我们从终点从目标往回推 把乱转一步变成的方块背起来 所以这些状态走一步以后呢 就能到目标 接下来再从这些 一步到目标的状态呢 再乱转一步 这些就是两步能到目标的状态 就这样逐步逐步从学过的状态呢 转过所有可能的转动 然后背起来最少要几步 有点类似像感染一样 借由散播和感染源 来知道这个状态 要花几步能到达目标 等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背答案的话 那不就代表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从起点找路到达终点吗 那影片前面说的那一千万颗硬碟呢 没错 单纯这样感染的话 会有太多的状态要记 记不完的 不过减之是告诉我们 起码要多少步能到目标 减低冤枉路的机会 并不是完全阻止 所以它不用估计的很精确 只要给下界就好 因为只是估计下界 所以至少有两种技巧可以用 最简单的技巧是 感染到某个步数以上 例如说九步以后 剩下没回推的就不管了 直接说这些状态起码要十步 而另一种技巧呢 是在把魔方分成不同的部分 例如分成边块和角块 那在推导简直感染的路途中呢 假装魔方只有角块 不管边块 这大大减少要记忆的组合 所以电脑也可以背得起来 而同时这也是合理的下界估计 而结好方块要同时结好角块和边块 如果结好角块的部分要花六步的话呢 就表示结好整颗方块至少要六步 无论边块的状态是怎么样 这种技巧呢就是在把问题再变得更小 只不过只运用在简直而已 搜寻还是照常 Cosem吧利用了两阶段搜寻和简直 大大减少了电脑搜寻所需要的时间 不过呢到台北市最短的路线 不一定是到101最短的 有可能你花了8步 结好第一阶段 结果接下来起码要花15步 才能结好方块 而8加15就已经超过21步的预算了 这时候电脑会试着在第一阶段多走几步 藉由不断放松对于第一阶段的要求 来找到两阶段整体更短的接法 表面上看起来是做了更多次的搜寻 但让人惊讶的是 对于大部分的打乱 电脑都能够用这样的策略 在数秒内找到21步 甚至是更短的接法 空先把演算法除了两阶段和简直以外 还有很多不可或缺的技巧 必用电脑科学的技巧 再加上后续像是数学家 Michael Reed 等人的改进 变成了现今大家所使用的程式 除此之外 空先把演算法更是21世纪初 寻找上帝之术不可或缺的基础 最终Thomas Rakitsky等私人小组 以此证明了所有3x3魔术方块的打乱 都可以在20步以内还原 前面说过 单纯把人类的解法交给电脑 只是限制了电脑的能力 但最后也是人类的智慧 善用了电脑的优势 两者结合 最后达到卓越的成果 这就是电脑如何解魔术方块